耶稣向民众讲话以后就进了格法翁 当时有一个罗马军官所重用的仆人并重垂危 那军官听说过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中几个长老去请求耶稣来治好他的仆人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恳切地求他说 这个人的确值得你给他做这事 因为他爱护我们的人民 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当他离那家不远的时候 军官请了几位朋友去对他说 主啊不必劳驾了 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设下来 我也认为不配亲自到你跟前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痊愈 因为我自己有上司指挥我 也有部下服从我 我对这个说你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你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个他就做 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 转身对跟随他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 即使在以色列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 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 就发觉那仆人已经痊愈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算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读到这一段福音 我想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 白副长的谦卑 看他说的话 派几个人去求耶稣 他自己不去 想一想为什么 随后耶稣快来的时候 又派几个人去 他自己又没有去 是当官的端架子吗 不是 是他的谦卑 他觉得自己是个外交人 耶稣是天主 是神在他身上 至少是一位大先知 自己不配 所以就派别人去 开始说 你们去给我求求 让他到我家里来 随后呢 一想不对 到我家里来 我怎能当得起 好吧 你们再跑一趟 告诉他 不用到我家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了 这是他的谦卑 第二点 就是他的信心 有多少人 相信 耶稣不用到他家里来 就能治好他的仆人 恐怕没有多少人 包括直到今天 我们自己多次 在祈祷的时候就想 天主不在 天主听不见我的祈求 我就不相信 天主在了 多少次我们领圣体 参与弥撒 我就忘了 是天主到人间来 就在圣体内 我们就好像看到的 就是这个面饼 成圣体以后 还是他 完全不一样 到时候就变了 是耶稣自己 你真的相信吗 如果相信 每次我们到圣堂里 是不是恭恭敬敬的 请安 鞠躬 跪下 老人跪不下 我们坐着 想到 主啊 你就在我跟前 我当不起 在你面前 我们无论有什么 都可以跟耶稣说 因为我相信 就像这个外教的军官 他的信德有多大 要不耶稣 夸赞他 在以色列 我也没见过 这样大的信德 我就不多说了 从这段福音 让我们 特别祈求这两点 第一个是谦卑 如果我们觉得 自己什么都能做 自己很有本事 我们就 不要依靠天主了 天主也不会来 因为我自己 什么都能做 所以必须谦卑 承认 我自己 一无所能 天主才会来 我才会 相信他的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信德 我们相信天主 每天跟我们在一起 做哪一件事 他说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我们会着爱 在他的陪伴下生活 相信吧 阿们 我们相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